这样听下来解放军是相当重视东北 不惜在山海关组党半个多月 那我好奇的一点是 蒋介石那边对东北的态度是怎么样 中共重视东北 蒋介石也是一样 他也急着要全力的接收东北 依照8月5日签约的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规定 在日本投降三个月 这个也就是11月底前 苏军必须要撤出东北 由中国政府来接收 可是问题来了 就是国军都不在把北 要跨越那么辽阔的国土 只能靠美国的帮助 所以就要请美军把军队 就是把国军送到 这个自相残杀的这个战争里面去 1945年10月24日 国军的全美式装备第13军 就搭乘了美国第7舰队的运输舰队 这个死离了香港 根据军长十几位的说法 他们就是一路向北航行 沿途因为还有日军遗留的雷区 所以前面有美国驱逐舰的分队 在那边清扫寒道 集成飘雷 好不容易进入了渤海 登陆的目标本来是设定为 大连、银口、葫芦岛这些港口 可是因为早就已经被进入东北受降的苏军 拒绝说这些港口是善用 不能够登陆 甚至于他们还在福芦岛遭到共军的炮击 不得已就只好在11月1日改由关内的青凰岛登陆 11月3日才登陆完毕 那就开始集结 紧接着刘豫山的52军 这是以云南人为主的部队 他们也搭着美国的运输舰 从越南陆续运到 听到这边应该是差不多要打了吧 双方已经集结完毕 国军是在11月16日攻下山海关 共军就朝东北的方向撤退 不过我觉得这一段突然有点复杂 因为我们一开始提到说 共军在8月30号 然后两个团的八路军 加上70名的苏军 只花几个小时就攻下山海关了 走到了11月 然后有美式装备的国军又登陆完毕 然后至少两个军 13军52军 他们有美式装备 然后一直等着 到了16号才攻下山海关 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复杂 我也花了一点时间才高动 为了要接受东北 重庆政府那个时候设立了东北行营 在9月1日任命熊世辉来接任 以后我们会讲到这一段 11月18日 派杜玉敏出任 东北保安司令部司令 主要的人事安排好了 国军也陆续运到 为了阻止国军经过山海关 进入东北 中共调来的山东部队 这个是属于杨国夫率领的 山东军区第七师 总共是三个团 按照第52军军史的这本书的说法 杨国夫的部队只有一万人 守备的范围是从山海关的东南海边 一直到西北的九门口一带 这个长度大概是多少 你给你猜 50公里 也就是说呢 因为共军的兵力少 只有少到只有一万人 那战线又惨 所以几乎没有环渝众生 而且两个人才一把枪 但要尤其缺乏 而且还经过了残土行军 战斗力不强 加上国军有六七万人 所以是实力悬殊 52军的军事里面说的 不过毛泽东他再给内部的指示说 南方的部队 运来的就是那几万人 虽然是每些事 可是战斗力差 又不耐寒 最好能够在山海关 坚守半个月 之后再撤退或转进 我觉得他讲的也没错 因为真的太冷了 北方的冬天 那时候11月已经很冷了 而且就像很久以前 老谭有讲过渡江 是北方军队不熟悉水性 其实也一度吃了闷亏 我们前面有说到 就是最先抵达秦桓岛的是 十绝的第十三军 他们是在11月5日 就下辖的八十九师就向前推荐 第四师还有五十四师 也都有自己的任务 其中八十九师在到达指定位置 就连续的多日进行局部的战斗 局部的战斗 所以他们并没有直接在三海关决战 是觉得这一段话非常的有意思 因为从他的说法看不太出来 到底有没有直攻三海关 可是大陆的资料 例如像三海关之战 这一类的专书都说 这一天八十九师发起了猛烈的进贡 一度还逼近了城郊 大概四五百公尺 然后被打退 随后共军在六日的晚间实施反击 还辱获了轻机枪七艇 六零破击炮三门 所以这样到底是有还是没有打 因为实觉是说局部的战斗 因为都是局部战斗 所以意思就是没有真正的攻打 11月13日杜玉明就来到了 三海关附近的石河 来督战重新做的部署 到了11月15日早上4点 国军就开始正式的全面总攻 到了11月16日的凌晨 国军完成了包围之事 共军这个时候腹背受敌 因为原先他们设定半个月的任务 其实已经完成 所以就朝东北的方向转移 国军就是一路开始的追起 中间还俘虏了两名的苏军 很快的就进入了紧奏 你刚刚提到连续多日进行局部战斗 这是一个伏笔吗 跟为什么打那么久有关 解放军前参谋总长杨德智 曾经说过石杰的部队登陆侵犯岛之后 在那边逗留不尽 意图保全实力 一直等到杜玉敏来督战以后才前进 石杰他显然也知道杨德智的这个说法 所以他在口述历史里面 就痛批这个说法幻谬透顶 还说杨德智跟我以前在热和平院附近打过 是我的对头之一 大概是杜玉敏被俘 想要借杜玉敏的嘴巴的话来损我这样的 这个是不足为怪 不过因为他提到了杜玉敏 所以我就必须要好好的从头说起 这会不会又是一段国军高级将领之间的恩怨 又是那个熟悉的味道 对差不多 反正我有去查一下这个人 他是1944年底 然后他率领的是13军 这支部队战力非常坚强 然后获得了第一优先换装美式军械 这样的一个这算是个荣誉吧 是 然后他隔年率军去中国的东北接收 到台湾之后 他又担任过台湾防卫司令部 副总司令兼北部防守区的司令 头行很长 最后出任副参谋总长 对 他在跟杨德智那边回降 这其实也是 有点像现在两岸这样 降临在隔空喊话 你的用词很文雅 石杰对所谓的意图逗留保全实力 这些说法他做了一些解释 他说他的第13军登陆之后 在秦桓岛附近等待弹药 还有运输工具的补充 因为他们当初在换砖美械的时候 只有领到三个月的弹药份 大概就是300多万发 在训练的时候就打掉了一些 只剩下了三分之一 之后在上运输舰的时候 之前的那些马匹 裸子 全部都留下来 所以他们到达群桓岛的时候 其实是并没有任何的补充 就没有办法激动 这边特别强调就是说 那个时候军队未奉命令 或经授权是不得擅自行动的 因此他说 我奉统帅部令到秦桓岛登陆后 还不知道为何人指挥 当然不知何时何处 及如何行动 这一段有点怪怪的 因为前面有提到说 杜玉敏去东北保安司令部担任司令 是在10月18号 对不对 那实觉去的时候已经11月了 他为什么会说他不知道谁指挥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 实觉是属于贪文博系统 我们看他的访问度 这个对于杜玉敏其实是有很多的批评 甚至于还说杜玉敏从来没有参加过 长期的搅供 八年的抗战期间 基本上都在昆明 实际上大概就打过昆仑关 还有什么圆勉之意之外 其他都没有什么实战经验 所以他说杜玉敏的军事素养不足 就统兵才干来说 做个军师长还算秤职 如果要指挥大军的话 显然不是一块材料 他真的心结很重 我话讲得这么白 连不是材料 这四个字都用出来 反正杜玉敏大概也看不到 看到的也没办法怎么样 也没办法过来 不过实觉对杜玉敏的评价 其实是比孙力人还高一些 可是我们从国军将领 这些高级将领在东北的互动 其实大概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之间的问题 这种心结其实是蛮严重的 共军一到三海关就自己自动开打 国军是登陆了 还不知道要听谁的 那当时的整个指挥系统 那样看起来其实是有很大的问题 不必有之后的郭汝龟 刘斐 照这样的运作下去 其实是明明可以赢得起 大概都一定会吓到输 所以实觉到底有没有打 还是说他刻意保留实力 我也真的不清楚 不过我看52军军事 提到杨国富的部队只有一万人 两个人一把枪 却要守50公里的环线 刘玉敏就是52军的军长 刘玉敏在他的戎马50年的 这本这种回忆录里面也提到 他说他到了秦桓岛的时候 听到就是实觉的第十三军 遭受袭击 有一个瘾颇受损失 你把这些其他的资料 兜一兜 大概隐约其实是可以看得出 大陆的山海关之战 这些书里面的某些说法 其实也并不是说无中生有 因为这个中间的过程 其实是很细 有兴趣的朋友 其实是可以自己找一找 看一看 如果从自理行间看出 什么样子的端倪的话 也欢迎反馈给我们